科罗地亚东部城镇大陆瓦尔一家养老院 22号上午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6人死亡 6人受伤 凶手已被警方逮捕 据当地警方透露 当天上午一名退役老兵 闯入该养老院开枪并射击 当场造成5人死亡 受伤人员被紧急送往当地医院救治 其中一人伤重不治 死者中包括枪手住在该养老院的母亲 警方已对本案展开调查